九十後手中無票,心中有票 十六歲的小任每個星期都會去城市論壇 我覺得我們香港人應該有一個自發性的公投 去給全世界和中國大陸人民看 香港是有民主,我們人民是有選擇權的 他還有一個好拍檔 你們班人騙了我們這麼多年 為何現在還不給我們民主 他就是拿20元達章語人的Donald仔 今年十三歲,跟小任一樣 五一六都無法投票 但我在九十八歲就無法投票 在網上電台開麥克風的李欣 過了選民更新期限,五一六都無法投票 至少接受愛國教育 社民幫共產黨說個好說話 直到參加六四燭光集會才見到真相 還說發現中央根本不會給香港民主 我們不把這次機會就 可能一輩子沒有第二次了 同樣撐公投的還有這班網友 給政府和中央看看我們的力量 我們真是追求民主的決心 所以我們支持這個公投 Oscar和Angel都是九十後的中學生 我們堅持,我們苦恨 他們是在反高鐵鎮走在一起的網民 這個星期將會上街派傳單,撐公投 如果我們不去追求民主的話 六四這些事只會繼續以不同的形式發生 好像之前劉曉波那樣 釋放劉曉波,釋放劉曉波 拍這段片的是一個窮學生 他當日有份被公安拘留 17歲的他拍香港有一天會被大陸化,失去法治 即是跟選中堂一樣的一票 即是那一票有權 可以換掉你的當權者 住天水圍的天佑 用攝錄機記低低下階層的生活 說硬見曾蔭權對他們莫不關心 最希望透過公投爭取普選特首